和平 和平並不是在相似當中找到一致性 而是在多樣性當中找到一致性 比較並且調和各種差異 這是前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巴西夫的名言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學習筆記 我是賓周 那我們這一集其實要來延續上一集當中 我們一位觀眾朋友Charlie John 他跟我們討論的問題 那我認為他的回應其實也非常值得去深入仔細的來討論 他說呢 能不能說是在國內本身就有反抗勢力 也就是要求自由民主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加上當時特殊的時空背景 某種程度也是蔣經國有先見之明跟這個美國壓力 才讓台灣往民主的道路走 其實我們在日據時代就有蔣衛水林憲堂 這塊土地本身是有民主基因的 跟國民黨來的外省當中有不法有支持民主像雷震 不是這樣的人 問題是相比國外的民主化台灣卻又相對和平的原因呢 沒有大規模的內亂流血 目前在華人世界也是唯一一個同時享有民主與自由法治的部分在加強 如果比較蘇聯的開放瓦解 大陸的改革 政治沒有開放 民主化跟一個國家經濟的相關性 是不是民主化就一定會犧牲經濟呢 還是我們正在一個過渡期 這樣的過渡期能夠是極權國家不民主化的理由嗎 那其實這位朋友其實提的問題非常的好 通常觀察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的過程 其實可以從宏觀結構面跟圍觀的這個互動層面來看 宏觀結構面我們上次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像台灣的這個19670年代 它已經極盡四小龍的這個地位 經濟跟社會已經一定程度的發展了 那這樣的一個發展 其實為民主化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大環境的背景 這個大環境背景也就是說有一批有意識的中產階級 他們會希望自己的這個權力被保障 1970年代的台灣美麗島世界之所以會出現 其實就是有一批這樣的人 當時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這個黨外運動的人士 都是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教育 很多都是留學國外 或者是接受到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潮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大環境的結構 卻沒有辦法真正解釋說民主化怎麼發生 它只能說有民主化這樣的一個基本條件 有條件不代表必然會發生 必然會發生你要從圍觀來看 你要怎麼看呢 這個民主化一定要看它的過程 那所以呢通常我們看民主化會有另外一種說法 圍觀層面去看執政勢力跟反對勢力怎麼樣互動 那這個執政勢力跟反對勢力它不是鐵板的一塊 通常執政勢力內部可以區分成比較強硬的這個強硬派跟改革派 那反對勢力內部也會分成溫和派跟激進派 通常民主化要談判成功 通常是在執政勢力裡面的改革派跟反對勢力裡面的溫和派達成妥協 那終於有成功這個機會 那我們上次提到1979年為什麼美利島事件最終仍然是被鎮壓了呢 雖然美利島事件呢 這個最後這些人並沒有被判死刑 那當然是因為國際的壓力 但是呢這個美利島事件它當時的背景 就是因為國民黨黨內的這個執政勢力 它其實是由鷹派強硬派在主導的 那當時這個黨外運動當中 也就是現在民黨新潮流系的前身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 這個其實當時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勢力 主導了這個當時的黨外勢力 就是說所以其實當年的這樣的一個互動過程當中 是硬派硬所以其實是被壓下來了 但是民主的種子其實並不會因此而消失 我們提到1980年代的一個大環境的背景 就是社會運動蓬勃的發展 那在這樣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況之下 反對運動繼續進行 那1986年其實是一個高峰 我們上次提到說民進黨成立 但是蔣經國容許它存在 其實這個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 國民黨統治勢力 由於蔣經國它本身確實有一定的意識 它認為社會結構已經變遷了 我們上次用這個鎮壓成本 這個它認為這個不符合它的這個政治算計 所以它開始要覺得要放權下去 所以它一方面經過政治考量 另一方面它也開始在它的觀念當中 它形成一個相對溫和的一個方式 所以1986年呢 民進黨在原山飯店成立的時候 蔣經國是容許它存在的 而且那一年其實黨禁報禁紛紛開放了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這個互動的過程 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內蔣經國已經變成相對溫和的一個勢力 那民進黨成立之後 它其實跟國民黨的互動其實也是相對一個溫和的狀況 這個溫和派跟這個強硬派互動要實際上要去看1990年代會比較準確 那我們現在只是談1980年代這個民主化的過程 那首先我們來觀察一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就是說我們提到這個分析的方式 從宏觀的結構面跟這個圍觀的這個團體互動面 宏觀的結構面是這個社會經濟的條件出現了變遷 通常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的水平 然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這個中產階級 有權利意識向政府要求這個權利 但是空有大環境背景空有結構條件是不夠的 它沒有辦法解釋說民主化到底怎麼發生 它只是說民主化有這個大背景 它沒有告訴你怎麼發生 所以進一步來看我們通常看民主化就是要看這個團體的互動 也就是圍觀的這個執政勢力跟在野勢力怎麼樣去談判去互動 造成了民主化真正的變遷 那我必須提到就是說我們提到蔣經國 其實蔣經國的時代到他死了那一年當中 其實台灣充其量只能夠稱得上政治自由化 稱不上是政治民主化 政治自由化它頂多就是黨禁報禁開放 這個讓社會多元化 但是台灣真正邁入民主化是在1990年代的幾次憲法修正的過程 也就是李登輝主政之下的台灣才正式地邁入民主化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民主化通常最高的指標就是 這個一個國家的最高機關 國會跟這個總統進行全面的改選 那其實1990年代才達成這個 要有這個前提條件我們才能分析 所以我們來看就是說這個宏觀結構面有了 1980年代呢我們剛剛提到就是1970年呢 台灣社會經濟起飛 然後出現了這個反抗意識的這一批人 然後造成這個美地島事件 但美地島事件被鎮壓下來了 那1980年代呢 台灣社會運動仍然在持續發展 所以社會基礎也動搖了 然後到了高峰就是1986年民進黨成立 當年的蔣經國其實是用一個比較鬆的方式 就是默許他的成立 所以你也可以說其實蔣經國在晚年變得相對溫和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上次跟大家講 就是說他的政治算計認為如果鎮壓下去的話 這個社會成本是不可計算的 所以就是說他容忍他存在 但是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跟黨禁報禁的解除 這只意味了社會自由化 政治自由化 也就是讓社會多元的聲音能夠存在 但是政治仍然沒有民主化 因為最高領導階層沒有選舉出來的 1990年代我們就可以用剛剛講的這個互動論去看 團體互動論 怎麼看呢 通常一個社會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執政勢力跟反對勢力 執政勢力會分成這個強硬派跟改革派 那反對勢力會分成激進派跟溫和派 1990年代的幾次修憲 由李登輝總統所啟動的這個憲法修改的過程 其實是搭著1990年的這個野百合運動 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跟憲法修正 所以呢在乘著這股浪潮 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真正是從這裡展開的 那當時的過程呢 其實非常特別就是說 李登輝其實他當年面對黨內其實有一批非主流派 那這批非主流派可以被視為是這個比較強硬派 李登輝在國民黨內就被視為是相對溫和的改革派 他想要跟反對運動呢去進行談判 他想跟反對運動談判也是基於想要結盟反對運動 去打這個黨內這個非主流派 所以這當然也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考量 不過黨內這個基本上是李登輝所主導的改革派 在戰上風了 那當年的這個民進黨成立之後呢 這個原本的所以比較激進的這個新潮流 或者是前身是黨外編聯會呢 其實聲音比較弱了 因為當年主導跟李登輝去談判修憲的 是相對溫和的泛美麗島系的人 是以當年的黨主席黃信介為首的 所以他就是跟李登輝進行談判 然後我們現在台灣的憲法會修成現在這個樣子 什麼雙手掌制 這個其實也是就是沒有達到黨外運動這個要求 就是要修內閣制啊 這個也是跟李登輝總統談判的一個結果 所以台灣的民主化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用這個架構去分析 這個執政勢力的改革派出頭了 反對勢力的溫和派出頭了 兩者結合談判 與焉達成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跟意見的話 也希望大家進一步來跟我們交流 那我們這集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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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